美国商业改善局警告 假日季出现越来越多针对宠物的诈骗行为 且至少导致了近200万美元的民众财产损失 好朋友动物协会提醒民众警惕以下五种诈骗行为 首先是网络骗局 因为许多宠物列表根本不存在 第二 详细了解饲养宠物的时间可能长达数年且开销不少 此外 好朋友动物协会还提醒 网上贩售的宠物多数来自宠物工厂 大多数是近亲繁殖且生活条件恶劣 结果将让这些毛小孩容易出现健康问题 换句话说 就是更需要专业知识和经验 来判断宠物状况 而非贸然挑选 东森新闻团队 洛杉矶报道 我认为你买求注定如何能转敲 感谢观看